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学会约束自己 因为我们是学佛人 我们是菩萨 我们必须要有菩萨的境界 我们学佛要学有做人的尊严 约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约束自己的人 定力就会来 所以学会约束自己 实际上就是克制自己 自己身上的不好的习惯 那这样呢 你才会带来心中的发喜 因为呢 你克制了约束自己之后了 你很多的庄严就会出现 你克制了那些 从内心发出的 贪嗔痴的念头 那么你的外表也会没有贪嗔痴 所以我们有时候 人的感觉 会很安静 因为我们克制自己了 我们就会觉得很安静 很平安 因为我们没有克制自己 我们有时候会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人来把你当成佛菩萨 因为你已经离佛越来越远了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我们活得庄严 我们活得很开心 我们人间的事情不重要 我们救度众生 那是最开心的事情 也是最伟大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个人能够控制 能够节制 能够有规则的去修行 能够约束自己 那就叫修的是快乐性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人不失字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不懂道理 不懂道理 这个人就白活了 所以世俗人的快乐 是靠一种节促 而修行人的快乐 是靠着内心的知足 我们是修行的人 心里知足了 那么我们就会很快乐 心里不知足 就会感觉什么都不顺利 很苦很难受 所以在你的气也会不足 气不足 就是因为痛苦 想不开 人的气场就不足 所以气足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那就是欢快感 因为气足是一种内在的表现 台长希望大家 人要学通 通就是想的通 想的通 那你就是有个物字 想不通 那么你就是有个障子 就是障碍着自己 所以要彻底的认识自己 要彻底的明白自己 那才是最重要的 台长告诉大家 碰到事情 不要去责怪别人 不要去说东 道四 道西 常常责备自己 常常责备自己的人 往往能够得到他人的原谅 经常去责备别人 最后会弄得自己痛苦不堪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常讲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最后大家都讲你不好 弄得自己痛苦不堪 所以不要去讲人家 讲人家一定会讲到你自己 结果你自己会很痛苦 你怎么会被人家讲的 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嘴巴讲别人了 人家才会讲你 这是人间最起码的道理 也是佛理 一个人真的做人 要做到常常的责备自己 原谅他人 这个人就是菩萨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在佛法上叫做大雄 人家不能做的我去做 人家讲我 我不能容忍的 我一定要容忍 所以许多寺庙都有大雄宝殿 里面都有许多的佛菩萨 佛菩萨的一个基本点是什么 就是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人学佛之后 如果你远离了恶习不去做坏事 不去动坏脑筋 你就离佛境了 你就会越来越幸福 佛菩萨就是觉悟的众生 因为你这个众生觉悟了 你就可以变成佛菩萨了 而众生就是还没有觉悟的菩萨 所以众生心中有菩萨 而菩萨心中又有众生 但是菩萨和凡人只差一个悟性 就是能够有觉悟的 那才是菩萨 所以希望大家烦恼不要多 气量要大 心量狭小的人烦恼多 气量越小烦恼越多 心量越大的人 智慧就会越来越丰饶 也就是说当一个气量很大的人 这个人是非常会有智慧的 有些人喜欢吵架 对方不跟你吵 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心量大的人 如果跟着一起吵架 那么这个人也是个小人 所以夫妻两个一起吵架 那么夫妻两个都是小人 希望大家要懂得 常常常的捡 查自己身上有没有做错 常常常的认为 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 因为当你没有做错 又拥有智慧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在人间 暂时脱离了六道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总是去努力的了解自己 经常了解自己的人 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而愚痴的人 总是认为自己怎么样 他觉得自己很好 他过去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傻傻的 总想让别人来了解自己 所以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 没有智慧的人 而只不过他的智慧被他发现了没有 所以菩萨要每一个人 不要做错事情 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造出因果的人 因果就是担当承受 所以我们学佛的要领 就是要学佛的精神 我们就是要懂得担当和承受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所为 好听众朋友们 实际上我们做人 智慧两个字 实际上就是无知 因为他追求的就是人间的智慧 所以因为人间的智慧是有限的 所以你追求了半天 还是一个人间智慧 而追求佛菩萨的智慧 那就是一个般若 这个般若就是你无所不能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聪明不代表有智慧 而智慧里一定包含着聪明 所以真正的智慧叫般若智慧 而人间的智慧是一般人的聪明智慧 不是最高的智慧 希望大家要学佛修心 要懂得拥有高智慧 那就是看穿想明白 知音懂果知果懂音的人 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学佛修心 感谢观看